下一位 下一位是我们节目录制当中 发现的观众当中的小猎豹 贾书凯 白米 奔跑夺旗当中 他拿的是第一名 也跟大家打个招呼来 大家 非常厉害 非常萌 说呀 大家好 我叫贾书凯 我来自山西大头 你这个节目播出以后 身边人是怎么看的 就有一次出去晚上吃饭 在一家小饭店 那个老板娘说 呀 你是不是那个 跑南上的那个小伙 然后我说是的 然后人家老板娘说 呀 我那天就看你特别快 然后我和老板娘说 能不能给我打个折 打了吗 后来 打了 几折 七折 可以了 可以 七折还错 你知道这一趴 为什么郑凯没在吗 生气了 还一天你在这 我不上来了 输了 你参加单位运动会吗 没有 因为我是才到我们公司上班 我还是实习生 还没有碰到这种活动 这个节目播出以后 有没有立刻变成正事工 我觉得 没有 还在这个自己的岗位上 默默地奉献和努力着 希望把这个节目当中的那种镜头状态 带到工作当中去 好不好 好的 好嘞 下一位 是你的这个工友李健 尬舞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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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来自山西大同的李健 李健 欢迎 别光介绍 你把这绝活露一下 尬一下好不好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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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李健 来来来来 你看你还不觉得羞涩 那天你一点点色都没有 来的不能白来啊 对不对 来来来 是你表演的时候到了 朋友们 观众朋友们 这和我们节目当中播出的时候的动作 是一模一样 完全没有任何动作的变形 你记得还是蛮清楚的嘛 太棒了 太棒了 那天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 是 真的 无论何时何地 这样的舞姿都是可以 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 是的 播出以后你的生活发生什么改变了吗 啊 有没有 从参加完上次的节目以后 我收获了爱情 啊 真的 真的 恭喜啊 是因为你的舞蹈他爱上了你吗 是因为我比较 双钉子 我比较搞笑 比较搞怪 然后我的女朋友和我一起看了 就咱们那一期的播出 收获和提升 当然其实我们最想说的是 真诚地欢迎各行各业的朋友 可以加入奔跑吧的大家庭 因为和你们的这个深入的沟通和交流 让我们看到了非常非常多 行行业业的优秀的品质 其实我们在录制和你们接触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在不断地汲取你们身上的营养 我们也在和你们一起进步 所以真的希望在来年全新的一期奔跑吧当中 会有更多的朋友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 好不好 是啊 实际上 我们